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安佐今年三月在美国涉及恐怖言论 以及非法持有武器被检方起诉 过程一波三折 后续孙安佐在审判过程中先后认罪 尽管这次宣判立即释放 但回台时间还要再等等 而孙安佐的同学也在庭上作证替孙安佐求情 辩护律师则是以孙安佐年仅十八岁 以及台湾和美国的文化不同 请求法官庆判 预计六个礼拜内孙安佐就会被遣返回台 敌英孙鹏这段赴美就职等了两百四十天 现在看来终于有不错成果 三天新闻综合报道